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79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乔安 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 也是钟领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张庆祥张讲师 张讲师您好 小恩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不知道张师您在今天的空中的讲授 要为我们讲授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内心的问题 科学家依据他们的实验结果 大家都断定人的意识是由大脑产生的 那意识是怎么由大脑产生的呢 这倒是谁都说不出来 但是根据很多的实验啊 比如说大脑有分为什么区块什么区块 然后呢当你在思考什么的时候啊 或者是什么情绪的时候啊 哪一块的肌肉组织里面的电流啊会特别的旺盛 是 那我们就依据他的电流的旺盛呢 来推断说你看他现在脑袋瓜里面的这块细胞电流比较旺盛 所以他的情绪是从这里出来 所以他的思想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么更进一步的实验呢 就是说可以把某一些区块的细胞呢把它切掉 那切掉之后他就会有的时候丧失情绪功能 有的时候丧失思考功能 有的时候会丧失一些别的很多的复杂的功能嘛 那你把这个区块切掉然后就丧失那个功能 所以我们就说 所以那个功能呢是源自于这里 是产生于这个地方 所以科学家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这个把它分成一小区块一小区块啊 定定 对如果也是这样子的逻辑的话 意思是说我如果想吃饭是用手去端一碗饭的话 那也是说是我的手想吃饭的意思 他会说你是大脑里面呢想吃饭 因为你的肚子饿了呢 传一个讯息给大脑 大脑于是想产生想吃饭的欲望 那如果把你这个大脑里面主管这块的大脑把它切掉 那这个人呢就不会想吃饭 当然如果这样子说 那吃饭的欲望就是由那块细胞产生出来的 至于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也是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呢这些想法都只是一个假设啦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科学家也不认同 这不认同的原因就是 人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细胞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各种氨基酸所组成的 蛋白质本身不会产生思想 碳跟水也不会产生思想 氨基酸也不会产生思想 对 那这些东西都不会产生思想的东西组合成细胞 细胞本身一个细胞也不会思想 那头脑那是有140亿个不会思考的细胞组成 它如何产生思想 对 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 也很有道理啊 各位就像土吧 你捏一错土它不会有思想啊 你给它拼凑成十万个百万个一错土 会思考吗 也不会 照理讲也不会啊 对 对不对 那不然我们去买一颗西瓜 不会思考 对不对 我们就把西瓜比喻成细胞好了 是 你说细胞不会思考 那我买一亿个细胞会不会思考啊 一亿个西瓜会不会思考 不会 它还是西瓜 只能吃啦 不能思考啦 那你说可是我根据实验 那它在思考的时候 我把这块的细胞拿掉 它确实不会思考 所以我们就定定 没有错 它思考就是由这个区块的脑细胞所产生的 好 那这个事情呢 在美国维基尼亚的大学里边呢 有一个精神病学系的主席呀 精神病学系都是它在负责的 那它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好 那么 它就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 它就说就像这样吧 我们现在手上拿着一部手机 对不对 是 这个手机呢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 是不是会讲话 会讲话 会讲话 然后我们如果把里面呢 这个处理声音的那个晶片 把它拿走呢 这个手机呢就不会讲话了 不是吗 没有声音 那我们就说 原来这个话呢 是从这里手机的晶片里产生的 这样对吗 不对 这不对 它是跟要把话传出来 是有关 但是它却不是这个话的起源 话不是从它这边 话是另外一个人打过来的 对 它充其量是一个接收讯息 扩大它让你听到的一个机器而已 一个工具而已 它本身并没有可以说话的这个思想 各位对不对啊 对 它只是一个零件 对吧 有道理吧 有道理 所以你现在把一个人的头脑的里面的哪一个区块拿掉 就像把电话机里面的哪一个区块拿掉 你把摄像头拿掉 它就不能摄影了 你把这个喇叭拿掉 它也不能够产生声音啊 对 你把晶片拿掉什么都没啦 对 这样浅显易懂 那你就可以说 哦 原来这些思考是从这个晶片里产生的吗 这个声音是从喇叭产生的吗 喇叭本身会发声音吗 会发旋律吗 不会啊 对不对 它是一个接收跟处理的功能而已啊 但是呢 这样子呢 还是不能说服我们啊 怎么呢 因为人啊 这个思考确实是 我们有时候感觉思考确实是在脑袋挂里面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 这些实验呢 不得不令我们相信啊 人的思维啊 极有可能不单独只是这个思考 从头脑里面出来的问题 就像我们今天教这个禅学 我们一直讲内心啊 古人教禅学也是讲内心 讲胸中无物啊 讲胸怀磊落啊 他会提到这个胸膛的问题 现在呢 科学家呢 心理学家呢 精神学家也在研究 到底人的思想是从脑细胞出来的呢 脑细胞本身会思考吗 完全独立的140亿个细胞 如何联合起来手拉手 然后做出一个共同的决议呢 这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这个维吉尼亚大学 这个教授叫布鲁斯格雷逊 这个医生 他的上一任主席交给他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他们的结论是说 这个人的意识 是起源于何处啊 人的意识是起源于脑细胞吗 但是他们就发现好多好多的证据 就是一个人的意识 是脱离脑细胞而运作的证据 哦有证据 证据很多 那这个证据呢 大略呢 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说有一些人哦 因为他们是医院嘛 这个精神病学系里面 有很多的病人嘛 还有跟很多的医院的研究者啊 联合起来就有很多的证据嘛 他说很多的人啊 他经历长期的丧失知觉以后啊 那么 他在这个快要死之前几天 拟留状态的时候啊 他无法解释的啊 他以前没有意识 他以前没有知觉啊 但那几天呢 他的意识完全恢复 讲话讲得很溜 思考非常的清晰 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说的回光缓照 各位你要知道 他长期所患的病 就是失去知觉 失去思考 甚至于他的这个脑袋呢 是严重的受损 可是呢 快要死之前 一回光缓照 却讲得很清晰呀 还讲出一篇 长篇大道理出来 那这种现象是少数吗 还不是少数哦 这个70%左右的 这种安老院里面的 护理人员啊 他们呢 都常常看到那种 患痴呆症的 知觉失调症的 这个病人啊 在临死之前那几天 完全清醒的 各位可是你知道 他是患痴呆症的 他的脑细胞 他的所有的知觉 是全部受损的 是 为什么他在临死之前 突然恢复了呢 难道这些细胞都好了吗 都好了就不会死啊 对 对不对 他是一直毁坏一直毁坏 每况愈下 到快死了哦 那细胞都不能用了哦 他却恢复知觉 他却恢复想法 脑细胞是确定是损坏的 这不是普通的数据哦 70%在安老院里面的 护理人员啊 都亲身经历看过 这样的经历 这明明就是植物人 明明就不可能啊 怎么忽然清醒起来呢 跟儿孙讲了一大篇道理 再走啊 这是第一类的人 还有第二类的人 第二类的人就是 有一种人 他是在很少的脑部组织里面啊 他却产生了非常高的意识 各位我们知道说 一个人啊聪不聪明 就要看脑容量 大家都是这样的证据嘛 是 但是呢 在这个史密大学 他曾经录取了一个高中的优异生啊 这个优异生 因为是很优异才被录取的 但是他在一场车祸中啊 昏迷啊 然后就要接受这个外科手术 他这个外科手术 他要手术之前要先照X光啊 X光一看吓一大跳啊 为什么 他这个脑里面啊 是几乎没有大脑皮质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脑细胞了 几乎里面空空的几乎没有脑啊 可是他是个忧異生啊 这个人他也不知道 他几乎没有这个大脑皮质的 大脑皮质就是管思想 管这个感受的 做决定啊等等 都是大脑皮质 他几乎没有大脑皮质 他里面只有脑干 然后呢一时不可自信啊 这个人是个高材生啊 优异生啊 那不得已啊 因为他已经是被车状昏迷了 一定要开大脑 就把他切开看 切开一看 真的 他的头颅啊 里面果真只有脑干 没有大脑皮质 那这从科学上解释是不通的 各位我们就说呢 你把这个一个人的脑 拿走哪一块 他就失去知觉 哪一块失去视觉 哪一块会情绪怎样 哪一块会不能思考 他在这个头颅里面 空空的几乎什么都没有 可是 他是个忧異生 这个是真实案例啊 那你就不能够解释了 根据这个案例 这不是只有一个 这是我们刚刚这样子 举出一个来说啦 他没有这个脑细胞 他却是个忧異生 那我们除非是怎么样 除非是人的意识 它的发生 它的起源 根本就不在脑细胞 脑细胞就像是 那个电话机里面的晶片 处理系统而已 接收讯息的一个地方而已 对 那么第三种可以证明说 人的意识不是产生在脑部 这种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就是所谓平时经历 那人都快死了 都已经衰竭了 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了 然后就很多人开始抢救 对不对 对 那你平时的经验 有很多的状况嘛 这些状况就是说 它可能是车祸 它可能是严重的疾病 然后医生抢救 又救回来了 对 反正它有很多种的状况 它快死的时候呢 却发生种种种种的 这种异象 因为很多人 他快死了最后没死 那多数的人平时经验 在活过来之后 大多都会说到一个情节 就是他的一生所做过的事 会像放电影一样 快速的播放 这是平时经验的人 几乎都会讲到这些事 还有会谈到说 他们是极其的祥和 是融入在宇宙的一种大爱里面 这是他们共同讲的现象 但是还有一种人 他会提到 他在平时到复苏中间的过程中 他所看到的身旁的种种的景象 那这种事情发生的也很多 只要是常常是在 外科手术台上面的急诊室 上面的医生 他们就常常会碰到 平时经验复活的人 那这复活的人 他会讲述到 当时这个他在差不多 十尺以上的高空 他往下看 看着那个医生是怎么急救 他旁边还有站着谁谁谁 那讲给医生听 讲给亲戚朋友听 那大家都会吓一跳 因为确实没有错 当时就是这样 那曾经就有一个医生 他是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做研究 他在他的手术台旁边 旁边有一个冰箱 冰箱就是高过于 这个患者手术台了 还比站着的医生还要高 高到连护士都看不到 他就在上面摆个盘子 盘子上面摆一些 根本不可能在手术室里面 会出现的东西 比如说你摆个洋哇哇 还是摆个骰子 就摆在上面 那他就在等 因为他手术当然很多人就死掉了 那可是有些人平死之后呢 却复苏了 却活起来 活起来 他就讲说 他当时看到什么什么人 怎么急救他 他在旁边很冷静地在看着 那看着他呢 医生就要做统计 就要问他 看看他 我放在那个最高的地方 他根本看不到的地方 连护士都看不到 而且他很保密 那再来访问他 那你在那个冰箱上你有看到什么东西 说出来几乎都百分之百准确的 那是不可能看得到的 对 那就表示什么 他的意识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 离开他的脑袋 他的脑袋的脑细胞都快死了 但是他的意识却非常的灵敏 他的知觉却非常的清晰 那么其中呢 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布鲁斯格雷逊 这个医生 他说的 就说 有一个患者 已经平死了嘛 意外 然后呢 在这个开刀 抢救的过程 把他抢救回来 他复苏之后呢 他就很纳闷地问那个 抢救他的医生 说 为什么在抢救我的时候 你在手术室里面 挥舞着你的双刺 就是他的双手 像鸟在飞一样 在那边挥舞的双刺 手术室你急着救人 你怎么干这个事情 到底意义在哪里 那个医生听得很生气 谁告诉你 各位 医生在手术室里面 好像很愉快一样 挥舞的双手跟双刺一样 做这种举动 这种肯定很少吧 差也差不到 对不对 他说很生气 谁告诉你 他说没有人告诉我 你要抢救我的时候 我在旁边看到了 他就很纳闷啊 你为什么要挥舞着你的双刺呢 他说因为他这个手 穿这个很长的袖子 很多防细菌的 防菌 对对对 然后他其实是刚开始挥舞着手 试一下说贴不歇身 然后呢 他指导着大家说怎么样抢救了 手舞主导就对了 然后呢 被他看起来那个角度 因为他从上面看嘛 他是飘离着他的身体嘛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情节啊 故事啊 比比皆是啊 好各位 那如果这些医生 护士人员 好 那个安养院 老人安养院 不是常常看到很多人过世吗 对 那些人不是组织都开始败坏了吗 有的人甚至老人痴呆了吗 是 百分之七十的护理人员都看过那种回光环照 清晰的不得了 那脑袋瓜根本就不能用 根本就细胞都快坏了 为什么他会如此的清晰呢 可见得这个意识的产生是在脑细胞里面吗 不是啊 你看这个凭死经验的人 他都已经快死了 他却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往下看 看到这些发生的这些事实 而且讲出来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正确的 因为他们有这个记录啊 是 有这个数据的 讲出来百分之九十几都正确的 那另外没有经过平时经验的那些人 就是他还没有那种像投影片一样 在看他的一生的经历 还没有平时 然后他抢救过后他活过来 如果你同样的题材 问他们当时是什么抢救的 他说出来的大半都是不准的 因为他用猜的嘛 用编的嘛 但是平时经验经过的人 他的灵魂离体 他的意识清晰 他还可以思考 他还可以感觉 他看着这些所有的一幕一幕 在他眼前经历着 他讲出来几乎百分之百是准确的 那既然是这么准确 我们从数据来看 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凭空捏造 好那如果我们谈到这个 布鲁斯格雷逊医生 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现在这些 明星科学的这些科学界 我们对科学所知可能还甚少 就是人的意识究竟起源于何处 他可能完全不需要依靠脑细胞 宗教家也是这样支持 对不对 不然那些神仙意识不是很清晰吗 对不对 那些鬼魂没有头脑的没有大脑的 他还可以追索那个前世的仇家 是 那该靠什么呢 好那这些呢 精神病学系的主席啊 是维吉尼亚大学 各位这是一个名校啊 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 是 就是专门真正着重在科学数据上的人啊 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啊 脑细胞充其量就是像手机的处理器啊 它是接收讯息而加以处理扩大表现 而不是讯息的起源处 对不对啊 对不是起源处 所以这个我交禅学教这么久啊 这个科学家心理学家老师喜欢说 左脑右脑啊如何啊 我们所教的是内心 内心呢是指指黄庭一窍 就在我们胸口的正中 我说的不是一个器官 是一团气 是 对 这一团的气才是人类意识的起源 这一股能量啊 中国人说阴阳恶气 这个阴阳恶气 这一股能量啊 才是宇宙的意识的起源 也是我们一个人啊 意识的起源 人平时的时候气离体了 身体呢无法知觉 你给它插针 你给它切开都不会通 但是它的意识却如此的清晰啊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交禅学 不着重在脑细胞 左脑如何右脑如何来做说明 更着重在一个人的这种情绪体 情绪的感受 好 情绪体在哪呢 像潮水一样的涌动 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 是像潮水一样的涌动 是的 那情绪的表现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的胸中 那你说 那全身都有气 为什么你只讲胸中呢 因为人受这个烦恼挂碍的时候呢 大多都跟情绪有关的 是 解决情绪烦恼的时候呢 所以呢 直指情绪的情绪体的核心 就是在我们的胸中黄鼎一窍 我们说内心啊 是 我们说闷心自问啦 有没有 我们就会闷着内心 对不对 对 才会特别提到这一块 那这一份这个 布鲁斯格雷逊医生啊 他的演讲 在YouTube上面 各位都搜寻得到 那他所说到的这个 可以证明意识 不单纯依附着大脑的细胞 他可以离开大脑细胞 单独的存在 前面我们讲的三点 另外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有一些是 有前世记忆的 前世是那个人 他的记忆延续到这个人来 他是如何从那一个 已经死亡的脑细胞 跳跃到这个 还活着的人的细胞来 对不对 是 如果你说 这些记忆是在脑细胞里 那前世死了那个人的脑细胞死了 那这记忆就毁了 那为何会延续到 这个新生的人的脑细胞上面呢 可见得意识的本体 它不是在细胞上面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很深的取势 也使我们对生命的真相 应该要有一个更广阔的 更宽广的看法 感谢讲师您 直接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意识 它的起源处在哪里 这是全世界多少科学家 都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感谢讲师 我们现在知道 意识的起源处 这个情绪体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胸中 在我们的黄庭这一窍 知道了这个位置 怎么样解脱烦恼关爱 我们的意识从何而来 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本质 才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起步 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的讲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 拜拜